2022台北河岸同乐会 雄站水乐园 小松坎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与观传局长刘亦霆 和小朋友们互设水枪 玩得不亦乐乎 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 台北河岸同乐会雄站水乐园 8月19到8月28号 再度于自来水园区举办 除了延续往年的一票双乐园 还推出五大细水设施 要让大小朋友还玩以下 8月19也会自己下去玩吗 时间到了就知道 有安排了 一定让副市长感受到 最刺激跟最好玩的清晨设施 先去把身材练好一点 穿衣服这样很容易被发现 这次我们准备了70米长的滑水道 跟10公尺高的高空滑水道 所以在游乐设施的部分 尤其是一票玩双圆 跟着民众一起可以到水处 水处有水处的清水设施活动 那这次跟熊站水乐园的合作 我们还有周末很多限定的活动 刚刚主持人也有介绍 变装大赛啦 说故事啦 见面会等等 都希望大家能够共享盛举 那也期待 副市长跟市民朋友一起来同乐一下 就是大家一票到底 然后可以玩两个园区 除了好玩的细水设施 还有周末限定的香蕉人卡通明星见面会 以及创意变装大赛等 活动也邀请多家公管商圈店家一同响应 只要持门票或活动折价券到合作店家消费 即可享有专属优惠 因为这个活动我们以前就是可能商圈 他可能周边的状况 跟民众去那边不太清楚 所以观传局把它整合在一起 还可以来个类似小旅行的方式 你在这边游完之后 你就可以在旁边吃喝玩乐 就要一次到位 就请大家可以真的是不用去外线市 台北就有这么棒的清水的地方 非常感谢观传局就是想到我们商圈 跟我们商圈一起合作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也感谢长期以来 观传局一直在跟我们商圈一直在互动 就是真的是非常感谢 因为长期以来都有互动之后 我们商圈的行销宣传都能够展开 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长期以来跟观传局的配合都非常感谢 那我想今天这个活动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台北市的小朋友 为什么一定放下要到外线社区 台北市有那么多那么棒的地方 那么好的地方一定要留在台北 那么好的地方提供给我们那位小朋友 一票完到底的地方 那个是台北市就是只有这个地方而已 2022台北河岸同乐会雄站水乐园 在大小朋友引领期盼下恢复举办 观传局预估渴望吸引超过3万人次参加 除了提供市区玩水消暑的好去处 也带动商圈的经济发展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道